钻杆设计长度2.5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 钻杆内部则装由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曲芯软带。 这套复杂构型的钻曲采样装置纵观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五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铺面月球样品。 钻曲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悬翼将粉排出,钻头曲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曲芯带。 软质曲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撒漏。 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曲芯带从曲芯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曲初级封装容器内。 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曲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曲采样与封装工作。 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 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蛙和悬蛙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射和远射两个视觉相机。 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距超过200牛米。 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 铲蛙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呈细尺状, 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加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阳样品。 铲蛙开始前,将铲蛙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 铲蛙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阳铲蛙,月阳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 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 悬蛙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芯设计。 有负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伴。 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伴为砂尺形,共有八片。 打开活伴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阳表面。 关闭活伴,切销,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 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 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罐口。 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罐手。 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1.5毫米的精确运动。 将装由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 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 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 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陋绿的密封性能, 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 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 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 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 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 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 正是一套名为GNC的系统。 GNC是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 分别代表制导、导航和控制作用。 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 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 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 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 确保探测器不迷路。 GNC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 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 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 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 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 因此,GNC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 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 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三千牛发动机。 起飞后, GNC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着动。 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 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 在交汇对接过程中, 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跃飞行, 但轨道高度不同, 上升器在外倒跑, 轨道器在内倒跑。 为了实现对接, 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 离上升器越来越近。 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系统会发挥作用, 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 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 使轨道器朝劲道追赶到上升器。 GNC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 在返回器载入阶段, 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 强烈的气动力效应 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 于是, 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 置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 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 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 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 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 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 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散着陆位置。 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系统还需要对嫦娥五号探测器进行导航。 在地球上, 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 但在嫦娥五号的返回之旅中, 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如果没有引路者, 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五号, 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